嗨,我是 又回来了,我又要出车了 先开去车厂 今天单子没接上 实在没单 实在没单,没接上单 然后本来是想去加拿大的 结果发现 单子被取消了 去不了,因为货没准备好 那只能 只能先去车厂吧 把车子热起来 然后边热边看吧 看看有没有单 有单的话就接一单 然后出发 确实是这样子 现在单几乎也不多 昨天晚上本来是约好了 去老中货餐 他们有一个就是 类似于导货餐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 提他们家的货 我帮他去送一票 那送一票的话 其实多多少少也能挣一些吧 结果呢 对方的车子半路上坏了 然后我也觉得奇怪 很多华人的那种 卡车公司啊 就是手上可能有七八台车的 十来台车的 有一些比较有钱的老板 可能手上有个二十来车 二十来台车子的 不要小 不要看这些好像牛逼哄哄的 其实他们车子几乎是不保养的 也就是说他买回来没坏他就不修 别提什么保不保养 点了火就走 那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 估计是新车吧 坏在弗吉尼亚了 从加州开过来 原本预约还有个时间 今天早上如果能到 或者今天凌晨能到 我还可以开过去 帮他把货提了 那就送 然后他们可以拉一票货回加州 然后车子坏了 拉到地了去了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 买个新车好像感觉就是挣钱 其实不是 买新车不一定挣钱 现在新车的价格啊 二十来万 以前可能花个十几万块钱 你可以买一个不错的高配置的新车 这是卡车的 十来万 十六万 差不多了 十七八万 二十万可以买 非常好 非常好的顶配 甚至你可以定制 你想要的 就是定制版的卡车 但就是 今年这么贵 少说也得 二十万 二十万还不一定 你要一次性付二十万 这就面临一个问题 很多人 是借钱买 这种小老板 那我今天想说的是 有一个 从去年十一月份买车的车主啊 他从去年十一月份买车 那可想而知啊 他肯定是买带的最高点 结果他从提车 到他今天 他肯定是连柜子一起买了 车子买了 在最高位柜子估计也是最高位 然后一路这么干干干干 干到现在 干死掉了 三个月二十七号 死在自己的车里面 啊 家里还有老婆 两个小孩 哎 也挺悲催的 那可能也有买保险吧 那因为大家都有一点点保险观念 肯定都会有买保险 人寿保险啊 之类的 但是命都没了 赔个几十万有什么用 孩子老婆也是别人的以后 所以说啊 命是自己的 钱是别人的 然后加上 车子的维修啊 保养啊 其实都要掏钱的 成本也不抵 其实跟开一家店 差不多 你说开一家美甲店吧 也要个十几二十万块钱 少不了的 然后 我之前以前开美甲店 可能只要十万块 你可以开一家很不错的 就可能 六张脚池 然后六张手台 这种小店 那小店的话 其实也有钱整 也不少整啊 这一年下去刷卡 就我以前那个老板啊 他在那个Orianta 他那边是八个角池 八个角池的话 他就光刷卡一年 差不多一个夏天啊 刷了六十多万 挺挣钱的 不要小看啊 挺挣钱的 然后他才干了一年多啊 直接在 在法拉圣就买了一栋房子 卡车呢 卡车你头期的成本太大了 因为现在贷款 人家也不会说直接就给你批 因为你没有什么信用什么的 他们这种属于商业贷款 是用公司的那种crack去批的 所以说那位老哥 类似在车上 可能一方面是自己没休息 二是可能是猝死 三睡眠不足 太累了 身体有各种疾病 所以说啊 身体如果有慢性病的干这一行 其实不要太平 没必要 这一行很多人以为就是像赚快钱一样 那确实美国这个行业也很奇怪 早早20年前 那时候你看一波又一波 外卖店 先是一阵乐潮 外卖店过后呢 开始就是 呃 博费店 博费店呢 过了一阵子之后了 那个风波一过 啊 现在就是 呃 什么 那个叫什么来 什么来的 就是铁板 铁板 铁板 亚洲舱 啊 一波又一波 不停的 那么就导致很多问题 他们有的人啊想 可能就是一个村一个村的自己干啊 这个一个村里面的人觉得你干这行有钱证好 借钱都要跟你一起干就开在你附近 开卡车 也是这样子 哎 真的是 货价了 这段时间又跌了 那你是不是要使命干 你之前花那么多钱啊 那么多钱 我操 那你说 不累死你才怪 加上自己 可能也是半身手 这几天啊 我表哥那个货仓啊 啊 有一个老钟刚刚提车不久 我开车比较闷 干操 但是要是特斯拉的话 起步会更快 老钟 那个老钟啊 买了个车 去拼货 到货仓里面去拼货 买三板 结果没几下子 他开错路口了 他从后院开进去了 后院开进去 有个不好的是什么 他还一根筋的 想绕一圈 从后院炒坪上 开到前面大壳上 结果他卡在路上 卡在那个泥地里 结果 又搞出事情了 他卡在泥地里面 他要叫拖车 结果这个拖车的钱 又去了 至少 大几百块 少不掉 然后拼货 你好不容易找了几个三板 想拼货 你这个钱 基本上就搭进去了 你看看 有时候自己的小错误 修车啊 这种无法抗拒的因素啊 会导致你根本就没办法挣钱 你感觉好像挣很多 但是你也开支很多啊 你看我这次 车子搞保养 哪里传感器出了个小问题 买配件 耽误一天 其实也是小问题 买配件 耽误一天 叫师傅修 然后那些修车的 这里搞你一下 这里搞你一下 反正都是钱 你想存下钱 那真的就是看运气了 然后有的人会觉得买新车就是挣钱 那你看我这次 这个老板开货餐 这个导货餐的这个老板 他手上二十几台车 那全是新车啊 那也有旧车啊 旧车跑路口嘛 那新车跑长途嘛 新车也坏啊 不是说新车不会坏在路上 新车也会坏在路上 就看你谁在开 你知道我上次讲的那个人的故事吗 就是有一个人 他请了那个员工啊 就给他开车 下坡了 然后强制强制降胆 然后engine brake还拉到最大 有什么软用 然后呢 发动机就拉缸了 整个缸就变速 不是变速箱啊 发动机就直接拉干了 坏了 那现在修好了也没有用 修好了 铁定坏 他现在只能挂出去 能坑一个是一个 他这年头啊 我是劝各位啊 不要去买二手车 不要去买华人的二手车 也不要买老外的二手车 二手车一定要去大公司买 贵是贵的点 也不划算 那就等着后 等等那个车价跌吧 跌了再去买 不然的话别去碰 打工老老实实实打工 这是最好的 然后不要太累了 没必要 该休息就休息 不要就觉得好像爱吃菜 吃菜几十迈或者一百迈 咬咬牙就开到了 有时候咬咬牙就把自己命给干掉了 该休息就休息 然后不要在local 那个timeship里面乱停车 尽量去高速的那种 高速路口的那种休息区 如果没有车位 没车位也不要这样子硬干 没车位咱们就停到前面一点 把双场打开发动机不要熄火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熄火你才会吃吃发单的 你只要不熄火 警察哪里都没办法 只要不熄火 哪里都没办法 但是不熄火也睡不着 所以说开卡车这个确实风险挺高的 那么先聊到这 还要开车 那么改天再聊 这就是我这几天从群里面看到的 有一个师傅就这么累死了 挺悲哀的 大家保重身体 拜拜